一位大唐公主 远驾吐蕃 一尊神秘佛像 颠沛流离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条千年古道 一座豪华宫殿 四十年的漫漫和清路 留下无数美丽的传说 敬请关注系列片 文成公主 宋亲的队伍一路西行 经过西明 来到今天青海省的日月山 从古到今 这里因文成公主远驾吐蕃 途经此地而名扬天下 千古佳华 令所有过往行人 都要在此地停留 并追寻文成公主的历史踪迹 那么在这途中发生的事情 历史故事也很多 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 日月山 那么这就是基本上是流传了 大概一千多年的一个 在藏族人中 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 文成公主 途经日月山 做停留的历史事实 给汉藏两族人民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青海民间 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当文成公主行至赤岭 将要离别唐朝辖地之事 心中顿盛仓畜之意 向前希望吐蕃 天高云低 草原苍茫 回头东望长安 更加留恋故乡思念亲人 于是 他拿出临别式母亲 送给他的一面宝镜 传说就是说 当他什么时候 想念自己的故乡长安 长安的时候 打开这一面宝镜 就可以看到长安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 家族的亲人 那么作为一个远嫁 身负重任的这样一个公主来说 那么退是不可能 只能往前走 但是思念家乡的这种感情啊 又与日俱增的 在心头这样 不断地加强着 到了日月山下的时候 忍痛吧 摔碎了这个日月宝镜 我们无法猜想 文成公主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感受 显然 民间赋予了文成公主 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她想到了唐多联姻的重任 想到了父皇临行前的嘱托 毅然决然摔碎了日月宝镜 然而 接下来民间的传说 却再一次让文成公主的故事 充满了人性魅力 神奇宝镜落地的那一瞬间 青藏高原上 拖起了一座日月山峰 它恰好挡住了一条东市之水 河水便掉头迂回溪流 于是在青海湖附近 便有了一条著名的倒堂河 那么可想一千三百多年前 一个大唐宗室的一个公主 要远嫁到这样一个高山缺氧 但是从政治经济文化 又不怎么发达的一个土窝 土窝地方 那她当然是这个非常思念 繁华生活富足 那么还有这个自己熟悉的 这个家乡和宫廷 文成公主没有停下西行的脚步 可思想的泪水 却在她一步三回头的固盘中长留不止 日月山在满霞映照的朦胧中 阻隔了她的视线 悲伤的泪水便汇入倒堂河 游动向西流入了青海湖 人们说这河水就是文成公主的眼泪 如今仍然伴着倒堂河的流水 诉说着那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她的真名叫李雪燕 但千百年来没有人去追寻过这个真实姓名 却无法忘记那个叫起来使人感到无限温暖的文成公主 藏族群众则称她为阿加贾萨 即汉族姑娘的意思 这里是铁布加草原 福寺城是土玉魂的第二座古城 公元六百三十九年 唐太宗把红化公主嫁给了土玉魂王 并在这座古城举行了婚礼 而在文成公主西行经过土玉魂领地时 竟然还遇见了曾经同在宫中生活的红化公主 那么红化公主是嫁给土玉魂 那么她在这一段时间修整的时候大概是 修整的时候跟红化公主的这个 从史料上看跟红化公主的这个往来还比较多 红化公主也在那接待了她 那么她们这样一个都是作为大唐的公主 去严嫁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这个国王 那么当时吐伯跟这个 吐伯跟吐一鸿的关系呢 是时好时坏 那么可以说在文成公主跟红化公主 在青海相见以后 他们的个人的这种关系 那么可能是影响到了 对当时的一个边疆民族的 这种时局的有一定的影响 浩月当空 两个远离故乡的姐妹 彼此倾诉着思乡之情 共同回味 还同时在长安城内 一起嬉闹的美好时光 此刻作为女人 或许他们并不深谙 此次离家远行的深刻意义 然而千百年后 他们独在异乡的纤细身影 却写就了一部千古轻史 一个伟大民族的强盛史册中 也将这个西域之行 着上了浓墨重彩的毅力 那么后来的材料里面看 就在文春公主 和苏赞干部生活的这段时间 出国 就是苏赞干部这个时代 跟兔与红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 文春公主自从上路以来 她每天清晨必须要做的功课 就是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不论路途多么遥远坚信 一路走来 她那虔诚的祷告始终不断 因为她代表的是实验明的真身 因为她是佛教的一种符号 你看到这个像她敬拜了的话 那就跟真的见到的真身佛是一样的 法门寺 一座极富传奇色彩的寺院 它始建于唐代 1981年秋季的一天 雷电击中法门寺的佛塔 塔内所存的佛经都纷纷落地 谁也没想到 这座佛塔的倒塌 让人们发现了一个 掩藏千年的秘密 1987年5月 在法门寺的地宫 共发现了四枚佛谷舍离子 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相 是不是和这些舍离子 一起来到中国的呢 困遇这个问题 让无数专业学者伤透了脑筋 班班多杰教授经过多年研究 对此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那么现在我们 我的一个想法就说 释迦牟尼的这个十二岁等身相 是不是和装葬在法门寺里边的 这个佛的舍离 一同从印度转瞻来到了长安 佛的舍离 以及佛的其他很多的宝物 那么修建了法门寺以后 就藏到了法门寺 而壮葬在法门寺 那么唯独这个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相 这个唐太尊这个皇帝 是不是单独把他拿出来 作为自己的护城府 当然这个没什么历史根据 这也是我的一个推测 一位大唐公主远驾吐蕃 一尊神秘佛下 颠沛流礼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条千年古道 一座豪华宫殿 四十年的漫漫和清路 留下无数美丽的传说 敬请关注系列篇文成公主 宋亲马队行进在 威夷高耸的青藏高原上 这条唐坡古道 也洒下了文成公主和亲之旅的 许多传说和故事 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 是中国的三江之园 也是文明渝室的藏族歌舞之乡 文成公主庙就修建在这里 它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寺院里面有这个文成公主的 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塑像 那么一直保存到今天 文成公主庙位于玉树节谷镇东南 三十公里勒巴沟的一条大峡谷中 这是一座唐代艺术风格和藏式平顶建筑特点 融会结合的古式建筑 殿内中央是一尊身高八米的文成公主座箱 端坐在狮子莲花座上 公元七百一十年唐中宗时期 唐时的金城公主也架到了吐蕃 当她入境这里时 专门为文成公主修建这座寺庙 赐名文成公主庙 一千三百多年来 这里香火不断 苏油灯昼夜长明 前来朝拜的藏汉群众络绎不绝 文成公主应该在吐蕃群呢 还小住了一段时间 因为在这个 东皇谷藏王的文献里面 有记载说 吐蕃群王与这个和亲的队伍呢 当时有一些交往 至今在当地藏族群众中 还流传着文成公主路过这里的动人情景 据说勒巴沟是文成公主 远嫁吐蕃图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文成公主所到之处 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 同时还带来了农耕文明 今天我们在玉树地区 勒巴沟的农田里 依然可以看到 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 双牛抬杠的农具 藏族人普遍印象比较深的 一个是大概是蛮青 蛮青就是羊羹这么大的 我们小的时候在家乡还是中国 人也可以吃 也可以喂牲口 那么这个是大概我们 大概对藏族当时的这个生活 在一千三百年前那种 情况下可能还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据说文成公主命令随行的工匠 在勒巴沟岩壁上雕刻了许多佛像 以及经文 传说文成公主离开后 当地群众为了纪念公主 还效仿文成公主的做法 在岩崖上雕刻佛像和经文 如今当地藏族群众 还保存着雕刻经文的传统 这里是黄河的源头 绢绢绢流见证着高原的历史 公元六百四十二年的一天 当文成公主西行至土拨和土玉魂边境的时候 松赞干部赶到扎岭湖畔前来迎接 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大唐公主要路过此地 纷纷骑着马赶来观看 传说今天御术的赛马会就是由此而来 当时赞普松赞干部他亲自率领 史料圈这样记载的 亲自带兵到了这个唐 到了吐蕃与这个突玉魂的这个边境上 叫白海这个地方 来迎接文成公主一行人 他这个地方可以说还是很隆重的 那么他亲自能够跑到这个边境上来迎接 这说明松赞干部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要 渤海这个并不为人知的地方 却是历史上拉开大唐和土拨 汉藏和亲序幕的见证之地 西域的封杀和旅途的劳顿 丝毫没有折损文成公主娇艳的容颜 而风尘扑扑催马赶来的松赞干部 在文成公主心中略过一阵温暖的感觉 据新唐书记载 当时松赞干部还向李道宗行子序礼 那个史料记载 他是以这个女婿的身份来向李道宗行礼 行礼 那么呢 就之后他和文成公主 就一起返回了这个罗歇 相传文成公主与松赞干部 在扎铃虎会面后 便开始翻院八眼卡拉山 跨过激流滚滚的通天河 向拉萨而去 正当大家为平安通过天然屏障 八眼卡拉山而高兴时 运送施加勃李十二岁等身向的推车 却陷入了泥塘中 当快到拉萨 到拉萨的北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推车陷到泥里面去了 陷到泥里面去以后再推 尽管这两个大理事力气再大都推不出来 英群队伍中投用物品的骆驼和罗马等牲畜 几乎全部陷在了沼子中 人们对此疑惑不解 这时候文成公主打开她的力算图后 测出了原因 因此佛到了这个地方便不走了 于是大家就在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下 陷下去的地方支起了很多帐篷 引来了拉萨周围的很多群众 前来观看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下 那么到了拉萨 到了拉萨之后 那当然是盛大的欢迎仪式 那么就欢迎仪式里面有唱歌 有跳舞啊 这些名歌里面有很多 那到时候这个时候 松赞干部他们也过来了 过来以后 那么松赞干部的组织下 拉萨北面这个郊区 那么就对文成公主举行了 盛大的欢迎仪式 文成公主当时陪着玉佩 带着非常漂亮的衣服 就见了拉萨的市民 最著名的意见 一个事件就是 松赞干部要为文成公主 修一个一块后世的王宫 那么这个王宫呢 就是今天著名的 布达拉宫的前身 松赞干部曾经对他的属下说 我祖我父 从未有通婚上过的先例 我今天能够娶大唐的公主为妻 三生有幸 我要为公主修建一座豪华的宫殿 一世后人 不久 一座高大雄伟的宫殿建成了 一次 和汉藏和亲的经历 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历史 而那个历史瞬间 至今仍然让我们回味无穷 布达拉宫不仅成为中华民族 合不相处的历史建政 也以举世无双的独特建筑形式 和美轮美奂的精美造型 成为藏传佛教文化 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的历史象征 从此一对年轻夫妻 以他们真诚的情感 在雪域高原的家园中 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